下一題類似 它變成是 炮彈 但是它並不是 這題沒有炮彈走的問題 有的題目是 炮彈飛過去 總把聲音彈回來 所以過去是炮彈在走 回來是聲音在走 這題沒有這個問題 它就是名號的聲音 名號的聲音 每秒六公尺向山前進 發射炮彈 名號的聲音傳過去 打到三彈回來 五秒鐘聽到回音 聲速是三百次 請問你發射炮彈的同時間 零三多遠 跟剛才基本上一模 一樣 跟那個情況基本上一模一樣 只是呢 變成炮彈只是聲音的速度 只是呢 船的速度做了一些變化 但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請問 這題答案多少 請問這題答案多少 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 十四號有嗎 沒有十四號 這裡都是男生 小女生 那你就不會有十五了喔 六號 你的答案 你答案 你答案A 那個是用選擇題的嗎 選擇題 你在想 你在想 想五秒 想四秒 想三秒 想兩秒 想一秒 跟剛才做法基本上一模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通通都一樣 請坐 請坐 OK 第一話 發出炮 發出炮 明炮 發射炮彈聲音出去 綠色是聲音出去 打到山彈回來 在這裡碰不到船 就是船往前走 紅色的是船往前走 人家做明炮的時候 跟三多遠 我要的是黃色這一段 跟剛才一樣問自己 聲音 船 黃色這一段 要求的 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跟剛才一樣對不對 就是 綠色加紅色 等於兩倍的 黃色嘛 看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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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前進的距離 加聲音前進的距離 加起來是兩倍 我要求的所謂的聲音 這個明炮時跟3B的距離 沒有 那不是有速度嗎 不是有時間嗎 鳴笛之後5秒聽到回音 所以船也花了5秒 聲音也花了5秒 我說過你要注意 路是誰走的 時間誰用掉的 兩個都用了5秒鐘 所以呢都用5秒鐘 聲音的速度是距離處理時間 所以距離就是速度乘以時間 然後聲音速度乘以聲音的時間 就是聲音走的 然後船的速度乘 船的時間就是船走的 所以呢 聲音走的距離 加上後面是船走的距離 加起來是兩倍我要的距離 兩倍我要的距離 後面就是數學解決865 後面是數學解決865 我剛才講過了我題目這裡沒有講 沒有題目給你 你把它改成 這個都叫做向山而行 你把它改成背山而行 那麼關西書會變成怎樣 關西書會變成什麼 你講一下把它改成 離山背山而行 會有什麼劣勢 做法上基本上相同 做法上基本上相同 這又是練習 這是稍微比較複雜一點的 聲音的反射 還有別種變形 我講過什麼兩三之間鳴笛啊 發射炮彈啊 幾秒鐘聽到重把聲回來啦 飛過去的是炮彈 傳來的是聲音啊 諸如此類的 但是想法都一樣 弄清楚 距離是 這段路程距離是誰走的 時間是誰花掉的 然後根據呢 速度距離時間關係是劣勢 該來加加進去 該加加進去 就可以解決了 請問你可以嗎 可以 很好